晚上9点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志宇 今天我们要先带你看到的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期待iPhone15 马上就要跟大家碰面了 或许对苹果来说 整个公司应该都蛮兴奋的 但是现在执行长库克 恐怕脸色也要变成青苹果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传出大陆要打算禁用 扩大禁用iPhone手机 哪些地方不能用呢 只要你是公务员 基本上你就把你的iPhone收起来吧 这个彭博社就报道说 原本这个禁令只在一些敏感的部门 但现在似乎在扩大 计划扩大适用于所有的官方机构 国有的企业 还有相关一些工作场所 可能都会禁用这个iPhone手机 这样的禁令不知道你买不买单 其实大家也会想说 这好像跟之前美国也禁中国大陆的 像是这个华为手机 或是禁止刷TikTok 或是出售一些相关的关键晶片 可设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当然 这件事会让这个苹果的执行长 库克可能有一点不满 因为iPhone15该怎么卖啊 我们来看到其实在今年的时候 这个库克才说 这制造伙伴还有重要的消费市场 他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他也在今年的时候到中国大陆去就说 虽然说中美关系没有太好 但iPhone手机 苹果的商品还是卖得不错的 所以他用共生关系来形容 这个中美在苹果市场 这个苹果相关的产品上的一种消费 那其实现在包括各大的企业 也都列出了最严格的规范 兼容对手程式 我们说的是欧洲的部分 但其实现在禁用的消息一出 基本上苹果的市值马上受到影响 蒸发了多少呢 3.39兆台币 所以说这个禁令 恐怕对苹果来说 绝对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到手机 华为突然发表了新机 一次是突破了7奈米的晶片技术 对此美国的众院 中国委员会主席敦促拜登政府 要求对华为还有中兴 要全面封杀所有的技术输出 大牌长龙都是为了华为 最新推出有卫星功能的MAT60 Pro 现货紧缺 得先付1000人民币订金 才能下定手机 你知道华为上市新款吗 我们等待两三两了吗 华为遭美国制裁 断供晶片三年多 突然发表新机 但是中国大陆官媒 现在谈这颗中国制造的晶片 似乎刻意降温 认为所谓的青州已过万重山 还为时尚早 我们跟先进制成的5G芯片 还有三到五年的差距 即将发布的苹果15 已经用到4纳米的芯片 其实从7纳米到5纳米 再到4纳米还是很长的一个 需要很艰难的一个研发过程的 或许担心太高调 会引来更大规模的封锁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 盖拉格表示 如果没有美国技术 华为这款晶片可能无法生产 因此中芯可能违反 美国商务部规定 呼吁向华为中芯 停止出口所有技术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今年初访问中国大陆 这里贡献苹果近两成的营收 城堡高阶手机市场 但是华尔街日报指出 北京当局下令 中央部会官员在公务上 禁止使用iPhone和其他外国品牌 而且不得带进办公室 虽然北京官方没证实 但外媒分析 禁令只点名苹果 但是可能对其他外国品牌 有韩产效应 TVB新闻 许家瑞陈明文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中美的对抗 除了在手机3C产品上面 其实在军事上 双方也都有非常多的角力 大家可以看到 美军的先锋号的扫雷舰 原本是部署在日本长袭的 一个叫佐世堡海军基地 但是他这两天 大动作的开进了十元港 而且其实这动作非常敏感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现在这件事情 是美军在2009年的4月份之后 时隔14年 又军用的这个舰艇开进了十元港 他的理由是为了要船员休养 还有物资补给 那将会有60人 其实登上这个岸上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件事 让冲城政府是非常不满 冲城县府就说了 一般来说除了紧急状况之外 应该要克制利用 也曾经提过的时候 在8月多的时候就说了 曾经不要让美舰进入到港口里面 而且是未获离会 而且冲城政府是强调说 选港是个民用港口 这个美军不应该 他应该要克制一点 不要使用这个民用港口 这是冲城的态度 甚至还有很多的军民在今天 冲城飘着细雨 也在细雨当中烫义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军界开进的选港 很像就是离战争情况不远了 不过或许它可以反映到 是中美两国的敏感关系 因为像是防卫省的相关人就说 美军此行是为了最近 频频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 来表明说 美国其实是可以使用南西诸岛 来防卫极为重要的十元岛 所以我们时间再往前倒回去看一下 上次说有军界开进了十元岗 是什么时候 是2009年的4月份 时隔14年 但上次美军的军界会开进十元岗 关键就是当时 其实美、中、日 这几个国家都在关注的是 钓鱼台的争议 所以当时美军才有这样子一个动作 再让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说到日本 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 就是核废水的议题了 那在这个东协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 当然中日双方领导人是再度出现的交锋 红白相间的车身 这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是中国大陆与印尼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 李强访问印尼特别试诚体验 全长142公里 最高时速350公里 李强代表习近平到印尼雅加达 最重要任务是出席东协峰会 也就是东南亚国家协会 谈到构建命运共同体合作打击电线网络诈骗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参与东协会议 跟地主印尼总统左科威握手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因为福岛排放核废水 让李强跟岸田文雄在会议上互抢 谈明中方立场 表示核污染水处置 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 日方应该重视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同龄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日经报道岸田文雄反驳 强调至今科学数据都显示 稀释过后的核处理水是安全的 同时要求北京撤销海产禁令 东协会议成为中治两国在核污染水问题最高层级的直接对话 日本也有意透过东协安抚各国对核处理水的疑虑 TVB新闻徐家瑞 陈韵文综合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跟俄罗斯总统普清两个人真的要碰面吗 现在俄罗斯的高层曝光说还真的有这个机会 而且正在协商当中 一句传呢 这个金正恩可能最快在下个礼拜 就会搭乘所谓的防弹列车 我们说的绿皮列车 前往俄罗斯的海森威跟普清进行会谈 而且呢其实他跟这个普清碰面可能要谈什么 是武器的交易还是联合军演 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 因为恐怕跟南北韩的局势 还有俄乌战胜的局势都息息相关 但他们这个要惠美的地点 其实大家也都在猜到底是哪里 根据NHK的报道 他们说最有可能的地方是海森卫近海的小岛 这小岛就叫做俄罗斯岛 岛上的远东联邦大学的校区 也被包含在可能这一次会会谈的场合里面 据传这两个人还要去看远东地区的一些战略要地 所以说到底谈出什么东西 还有双方的会面有什么意义 大家也都在猜测 不过现在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战士 是持续的在交战当中 而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局的局长 上个礼拜他接受访问 他直接点名说普欣其实早就过世了 甚至他说他这个观察下来 上一次普欣最后一出现 应该是在2022年的6月26号左右 他说从很多特征都可以发现说 他断言普欣其实已经离开人世 但当然俄罗斯这方面是没有证实这个消息 另外一个屡屡传出 其实过去有身亡消息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了 因为他的身形忽胖忽瘦 所以说日本学者也就说了 其实他本身也过世了 而且还有替身 有几个替身呢 有12个替身 尤其他出席见证73周年的国庆阅兵 减重超过40公斤 这个身形实在销售太大 再加上没有穿军服 也变成这名学者来辨别 是不是真身 是不是本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再来我们来看到 乌克兰巴赫姆特西边的小镇 在星期天的早上 一大早就遭到了炮弹攻击 目前造成了17人死亡 而同一天 布林肯刚好到了基辅 他也送上了军援大礼 天边传来一声巨响 让民众好奇回头张望 结果下一秒 大火球从天而降 民众惊慌逃窜 这幕惊悚画面发生在乌克兰东部 巴赫姆特西边的 康斯坦丁诺夫卡镇 周三遭到俄罗斯飞弹空袭 另一边首度基辅也遭攻击 尽管乌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所有飞弹 但碎片砸中不少建筑和车辆 俄军狂轰似乎也是因为这个人来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一天 惊喜访问乌克兰 又送来10亿美元金元大礼 布林肯也是首次和随行人员在基辅过夜 还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麦当劳吃东西 纪念麦当劳在战后终于重返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情报局长爆料 不论是战争日游行还是年初访问马里乌波尔 镜头前的普钦都是提升 包括耳朵形状不同 提升在镜头前也忘了普钦手表戴哪 脸上皱纹下巴形状还有质的位置 甚至是身高走路姿态都与本尊不同 布达诺夫认为普钦其实已去世一年多 世人眼前的普钦恐怕早已不是普钦本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所以午前也蛮好奇说 大家到底认为这个是传言还是事实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会观察 他们的什么手表啊 或者质或是任何的身体特征 那再来看到 其实不知道大家 我们听过日本的一个童话故事 叫竹曲物语 当中有一个灰夜集的故事 虽然日本人也许很想要看看这个灰夜集 他们希望可以登阅 如果真的登阅成功的话 他就是全球来说第五个成功登阅的国家 在这个台湾10街 我们说的8 在这个昨天上午8点42分的时候 正式升空 他们发射了一个火箭 上面呢放了一个登陆系统 登陆的器具就叫月球狙击手 这是他的别名 其实这个火箭升空 他搭载着这个月球狙击手的探测器 预计呢在4到6个月之内就会降入月球表面 所以如果你掐紧一算的话 最快在2024年的1月呢 登陆月球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发射 我刚刚口误了 在这边我更正一下 他发射的地点呢 是在鹿尔岛的种子岛太空中心 但其实要发射这个火箭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在之前因为天候的关系 还有火箭的推进器一向 所以说这一次的发射计划 其实往后延了三次 在今天终于正式成功的向外发射 到底能不能登月成功 到了明年年初大家都知道 不过大家很好奇说 为什么叫月球狙击手 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 听起来哇沙昌性力非常猛 但其实专家就说了 这是因为它具备了实验性的登陆系统 过去我们说发射登陆器 或是相关的机器到月球上 你可能它的误差范围是好几公里 但是这个机器它特别的是在 它可以把它缩短不超过100公尺 若真的成功的话 这代表说未来日本想要登陆 其他的星球也好 或者其他的行星也好 也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但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现在日本登月之后 真的成功的话 就会变成全球第五个 成功登月的国家 到处声中火箭发射 日本周四载战登月 历经三度推迟 终于将月球探测器 月球狙击手顺利升空 在日本国产的H2A火箭帮助下顺利进入轨道 预计四到六个月后要登陆月球 日本要一穴前尺成为第五个登月太空大国 NASA进来这月球也有新发现 表面竟然出现10公尺宽的陨石空 仔细比对后原来是俄罗斯上月登月失败 这月球中出一个打动 最近印度的无印带探测船 Chandraean 3号が 달南極에 무사히安착하자 四파전을 벌이던 Russia和美国 中国是迷惑해진状况 在那月球南极的印度探测车 为期两周的实验任务达成 目前暂时休眠 印度登月胜利也让太空竞争 白色化 달을 비롯해 宇宇探测和关系 宇宇探测 宇探测 有关系的 商活动和关系 既存力的 国际合议 还未成功 未成功 华尔街日报指出 太空资源争夺战 白热化 很可能引爆 武装冲突危机 TVB的新闻 征服报道 Actually 厚文慧 怀疑我今天是不是替身 而且呢 像是我戴眼镜 而且头发也都不一样 他说也许我是替身 还有HFS 他说不是啦 我是AI主播 AI的治愈 不信拿磕 这个18克拉的钻石丢 他肯定没反应 你丢我大概没反应 但如果你抖内我 我可能会稍稍的 做一点反应给你 不过我们来看到 其实海魁台风 这一半我只能说 所有的主播真的好累哦 因为呢 大家都在忙台风 我们说这个海魁台风 四年一遇登陆台湾 在日本的关东地区 也发生了一样的事情 不过换了个台风 是鸳鸦台风 这鸳鸦台风呢 预计在8号的傍晚 靖岗线附近会登陆 而且是直播首都圈 而且大家从路径看起来的话 原本大家认为说 这个台风可能会沿着海岸线走 但现在呢 这个路径稍微的再往稀休 所以很有可能贯穿了 这个关东到东北地方 所以说日本的气象厅 其实也是非常紧张 紧锣密鼓 而且密切的盯住 它的所有的动态 日本气象协会就说了 虽然这个台风强度不强 但要小心到是致灾性的大雨 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到 像是关东地区 还有中央的内陆地区都要特别当心 而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话 台湾人很爱去的就是东京了 东京天气也非常的差 热门旅游的东京市 在9月8号的湿雨量 可能来到了50毫米 而且24小时的降雨 也有可能飙到200到300毫米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到日本去观光旅行或洽工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到低气压风暴 丹尼尔强袭让希腊暴雨轰炸 也造成了很多灾情 很多民众可以说是泡水用餐 希腊大淹水的状况之下 关键在天气状况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光是这一天就降下了 单月10倍的雨量 民众的餐厅用餐 双脚却泡在水里 室内户外全烟 因为低气压风暴丹尼尔强袭 雨淡狂炸重创希腊 54mm的雨淡在24小时 甚至少时间 大概是20小时 那是10次月份的平均 车子载幅载成 雅典街头有如飘飘河 一次是地下水管爆裂 水路向喷泉 从路面不断涌出 雅典广场也淹水 摊贩无处站在水中 水又急又猛 民众只能眼睁睁看机车被冲走 而洪水褪去的地区 满地泥泞 被冲到路边的车子东倒西歪 还撞歪电线杆 各地灾情出目惊心 又是极端气候者的祸 希腊才经历欧盟 有记录以来最大野火 这回洪水肆虐 官方警告暴雨 可能持续到下周五 同一场风暴 土耳其也遭殃 水焉伊斯坦堡 货柜像积木浮在水上 重建在沙发散落市区街头 有车被洪水冲进家具店 可是惨重 车子在海上飘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小船 不在土耳其和希腊北边的保驾利亚 也爆炒淹水 大雨连下20小时 不少车被洪水拖进大海 有驾驶差点来不及逃 即使获救才脱困 TVPN新闻众报导 好多人在讨论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至于 我是真的啦 而且我也不是AI合成的 而且我也没有八块腹肌 有跟大家说说话 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如果大家看仓鼠跑 那个轮子应该觉得蛮疗愉 蛮开心的 但如果人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头晕 也许他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要吃一下晕车药或晕船药 因为这个仓鼠轮是他自己制作的 你可以看到都是这个类似像气球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铁桶把它构建在一起 他其实是自己做的 他是一名佛州的男子 他尝试要横跃大信仰到伦敦去 然后在8月26号是在乔治亚州的外海被发现 他当时因为很多的海警队要去逮捕他 觉得这个太危险了 他竟然说不要靠近我 我船上有这个爆裂物 跟这个警方对峙了三天 而现在当然这么危险的举动会被罚钱 或是甚至有些刑法上的责任需要追究 联邦就指控说你阻碍登船 而且违反了港口船长的命令 所以要罚 而且后来才发现说 这名男子早就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在之前就有很多次的挑战 2014年2016年还有2021年也都曾经被来 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但另外一个消息 我们来看到是美国的滨州 有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 在当地的时间8月底越狱了 监狱在今天释出了他逃犯的 逃脱的当下的画面 他为了要逃出监狱 他竟然用螃蟹爬的方式 而现在为了抓人 他当时的囚态也通通被公开释出了 监视器画面上看到 一名身穿白色T-shirt的囚犯 不停往监视器回看 走到一条狭窄的通道后 竟然四肢撑出墙壁 螃蟹是往上爬成功越狱 这名囚犯叫卡瓦尔坎特 因为谋杀罪8月被判刑 无期徒刑 月底就从监狱脱逃 越狱后他被拍到出没在距离监狱三公里远的住宅区 但由于这个区域从林密茂躲藏处较多 逼迫警方扩大搜索范围 甚至传出他出现在当地校园附近 两间学校为了失神安全只好停课 但学生和家长依旧感到十分紧张 如今当局宣布将悬赏1万美金弃拿杀人犯 不过这间监狱承认在今年5月 就有另一名犯人透过一模一样的路径越狱 不仅监狱管理恐遭到质疑 也严重影响当地治安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再来我们来看到 到泰国玩其实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大家想到东南亚国家 可能就会想说 会不会被抓去当猪仔啊 而现在有一名马来西亚的游客 网友就告诉他自己觉得 蛮惊险的一个情况 他说他跟他的朋友 9月初的时候 大概是三男两女到泰国去玩 而且他当然是用一些叫车APP来叫车 但是他就发现说 这个司机这个WIN讲蛮怪的 因为第一点是 这个他们一上车之后 司机就打了一个可疑的电话 讲什么 讲泰文 还好当时他们车上有人听懂泰文 才发现怪怪的 他说他马上跟对方报 目前有乘客人数啊 这个三男两女 而且是从哪边来的 他一五一十的都告诉对方 第二个他们觉得很可疑的是 这个路程的时长不一致 自己定位 明明只要这个车程30分钟就好啦 但是呢 所以说这两个一点都让他们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越想越害怕的状况之下 他们就赶快逃啦 就说我要去上厕所 但是逃脱失败 最后只能趁这个塞车的时候 赶快门一开就跑了 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惊险的经历 写在网路上 不过现在在泰国真的有这么多人在抓猪仔 有这么危险吗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好 陈先生我想要向您请教 就是包括在泰国传书 疑似有这个小黄的问甲 可能想要随机的路人 你怎么看这件事 类似这种情况在泰国很常发生吗 泰国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有接过很多在泰国被绑走的情况 其实他是先一步被锁定 所以你是先一步被骗过来 到当地 那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OK你就觉得说有人要帮你 你没有逃出来了 那你不方便讲前面发生什么事 通常都是有些故事的 就说是随机绑人 其实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有的 下药的也有的 但是那都是零星的个案 警察绑人有没有有的 海上的新闻 泰国很安全 我在那边边境 完全没什么事 半夜12点走来走去 可能没有事情的 泰国还可以 但是你尽量 如果你单独行动 你就 用那个grab 泰国用grab 用比较大的轿车软体去轿车 然后 不要出入太复杂的地方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事 举个例子 直接讲 几个月前清迈有跑掉一个digital nomatch马来西亚人 家属还去找海上的新闻 这人我找到了 他现在在国港老街啊 所以 所以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意外 泰国还算安全 目前四国之法的 来说泰国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角色 目前梅索跟梅塞移民局上百位移民官被调查 因为让他签证 跟让非泰国国民去缅甸 以及美索警察局长 换赌场被冲掉了 接下来泰国要查人了 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泰国政府是非常重视这些事的 因为他们是观光国家 所以泰国还行 那有没有这些事情 肯定有那么大的国土 台湾也会有自安明星事件 只是被人家渲染了 好我们再来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相关随机掳人的情况 随机绑架的状况有多严重呢 其实现在这个联合国估计 每年大概有22万人是变成猪仔 当然有其实很多的原因 像是缅甸有12万人 然后柬埔寨有10万人 其实还是跟赌场 赌场因为疫情关闭了 所以人口贩运加上网路诈骗 促成了这样的情况 每年产值 我们当然不能用这么正面的词眼 但是可能当中的不法获利 是来到了数十亿美元 而且呢 这些人为什么容易被囚禁 被诈骗 第一个还是出自于 他是弱势的团体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用钱 所以说很容易被高薪诱惑 受害者大致呢 是来自这个东南亚 还有中港台地区 联合国就说了 目前泰国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好一点 但是缅甸是犯在 贩运猪仔最大的目的地 而且呢 其实缅甸 柬埔寨都有分别 10万多人是受到的威胁 甚至呢他们说 这些看的 可能都是账面上的数字 还有更多的黑数 也非常让人值得担心 不过现在台湾人在 KK圆区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就去请专家来告诉我们 好 陈先生我想要再请教 因为我知道您刚从这个 KK圆区回来 那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现在那边的状况 还有现在全球诈骗的趋势吗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两个月左右 台湾的人口买卖就会结束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要买台湾人了 过去柬埔寨 那柬埔寨现在报个警人就出来了 那在辽国金三角经济客区 他们用劳资纠纷处理所有的人事问题 所以也没有榜人的问题了 他们的买卖 那在苗瓦底经过我们一年的努力 大概带回300多个台湾人 总共大概带600多个人回来 现在也已经确定他不要台湾人了 梅瓦底比较少了 我们已经7000破关了 梅瓦底就是KK圆区这个地方 那过去的大魔王是缅北 可是现在四国执法 刚好锁定整个善邦 所以缅北四个特区 一二三四个特区 中国政府可以拿人 那台湾可以请中国政府帮忙拿人 所以现在 因为人会被免费拿出来 他就没有买卖的空间 只要把生下的人救回来就好了 现在目前是非常顺利的情况 那整个苗瓦底 目前只剩12个人在求救 而且都在黑圆区 KK圆区是对台湾人最好的圆区之一 他们在实行一个叫做正规化的东西 就是不能够买卖人口 不能够做大陆客户 中国客户 然后不能够碰未成年人 不能够产生重大刑案 然后各国政府 如果是不过分的情况下 跟他们要人 他们会交 连中国人都交 所以现在其实蛮好的 KK KK算是 美容瓦底最正规的圆区之一 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以前是做法比较凶 现在还蛮好交流的 过去 我这辈子看过最豪华的KTV 就在KK 了解 好 非常谢谢陈先生 今天接受我们的各位 谢谢 很多网友在说 怎么样才不会被骗呢 黄先生说 怎么样不会被骗 那阿伯也回答说了 其实简单 不要贪小便宜就好 因为的确很多被骗的诱因 还是制造一个有利可图的空间 才会让很多人誤上了诈骗陷阱 尤其我们要来看到是刑事局破获了一个新的案件 他们发现说有很多的茶行 他标榜是台湾的乌龙茶 但其实默默摻了很多其他国家进口的茶叶 像是越南茶等等 而且呢 他们光是这样子的这个获利已经非常多 甚至有老字号的茶行 也都是犯罪集团之一 桌面上一包包茶叶白放整齐 这些还不够 地板上则是摆满一箱又一箱 这里是台北市松山区的一间茶行 被发现同一个老板在九份也开了一间茶行 被指控台湾乌龙茶混越南茶却标示不清 专小组追踪之下发现不只有这一间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 拥有87年历史的茶行也被搜索 这里面有其他国家的茶 小小一间茶行 地面也是摆满了各种遭茶扣的茶叶 三家店总共逮捕三人 一共茶控29斤的混沖茶叶 混越南茶当然第一个原因会降低成本 那可能他们在制茶的过程中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口味 也有独特的那个比例 标榜台湾乌龙茶却以越南茶混合贩售 但看看价差 台湾茶一斤卖两到三千元 越南茶一斤贩售约四百块 除了没标示清楚之外 有诈欺嫌疑 也被质疑想要大捞一笔 而这间历史悠久的中山区茶行 目前卖出40斤的混合茶 店面小小一间但地点好 附近有饭店用邻近9条通 通常都是观光客在购买 另外他们也拓展销售管道 和多个知名电商平台合作 我们实际回到其中一间当初遭搜索的茶行 他们是这款冻顶乌龙茶遭到茶控 我们重新买了一包 他们现在已经标示好 这个茶的品种是来自台湾跟越南 实际新旧标示比一比 左边的旧包装原产地Made in Taiwan 右边新包装产地已经改成台湾越南 事由老板公称因为台湾茶今年风味不好 才会用越南茶混合 但消费本来就是你情我愿 标示清楚才能让民众买得更加安心 但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则新闻 绝对不是你情我愿 我们说的是日本捷离寺的创办人 抢你喜多穿的性骚扰丑闻世界 而现在整件事情到底该怎么样落幕 该怎么样倒茶 都是大家很想问的 尤其杰尼斯在今天下午宣布说 新社长由昔日偶像团体少年队的成员 叫做东山济之接任 但其实网友也蛮会问问题 而且这个话语也蛮敏感 他就说你当年是不是性侵的受害者 东山济之告诉大家说 他自己是没有受害 不过他觉得非常惭愧 因为他当时无能为力 知名男偶像经纪公司 杰尼斯 下午召开记者会 即将卸任的社长 藤岛朱莉景子 开门见山 向受害者至上申辰歉意 由于这是杰尼斯 创设61年来 首次由社长召开记者会 超过200位记者齐聚一堂 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犀利 质问藤岛 阴漫舅舅性情丑闻 难道没有罪恶感吗 对于受害者补偿事宜 他边讲也边哽咽落泪 呼吁各界继续支持 杰尼斯其他艺人 将接任正副社长的前少年队成员 东山继之和前V6成员 景之源快燕 也被问到是否是受害者 东山继之直言自己不是受害者 尽管前后辈都没来商量 但很惭愧自己无能为力 而景之源快燕则表示 自己在小六时就听说过 强泥喜多川性情丑闻 但碍于当时年纪小不敢多谈 而东山继之接任社长后 因为手上还有五台区合约 他将在年底退出演艺圈 专行经营社长事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这个新闻 我们只能说失误招领 不是这样用的 尤其是台铁的泰鲁格号 事发两年之后呢 今天台铁官网公布 又有新的遗落物 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车厢里头 总共168件的遗留物 台铁局长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他们会说 他们会透过LINE 或是打电话 向家属表达这些慰问的意思 还有相关的问候 但是呢这个做法 让很多人都非常不满 所以说在今天下午 台铁再度出面 局长亲自的鞠躬盗窃 坦承台铁是忽略了车厢清理 也会对家属再度启动 一对一的关怀 台铁泰鲁格号 事故发生后两年半 9月5号在台铁官网 又新增第一到第八节车厢的 遗留物品清测 其中受损最严重的第八节车厢 遗物最多有94件 包括证件 合照 手机 衣物 第六节则有42件 还有一只蝙蝠侠玩偶 看得令人心酸 9月1号 9月4号 那么从这个车厢 再清理出来的遗留物 有168件 那这个我们都已经公告上网 台铁局长7号在院会后 记者会证实 检警单位从9月1号到4号 搜出168件遗留物 台铁也会透过关怀小组 向家属致歉 关怀小组它的网络 包括用LINE 或者是如果愿意接受的话 我们也会用致电的方式 来表达关切跟歉意 家属的感受是 你只有一个新闻稿 你甚至连讲这个新闻稿 的内容的人都没有 所以道歉只是一个顺便吗 上午才刚说要用LINE 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太鲁格号是故罹难者家属 团体发言人王维军 立刻抨击不够正式 到了下午台铁局长 就率领主管多次90度鞠躬 向家属道歉 鄭重的向家属跟社会致歉 我们会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方面的去致歉 并且提供关怀 有些家属其实不想要再接到 台铁的电话 是因为他又会再回想起他的亲人 这是会触动的 台铁坦承当时只想到 保存事故车辆 而忽略更重要的是 没有清理事故车辆 但事隔两年的关怀 对家属而言恐怕是 再一次揭开伤疤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转换星期 我们来看到一个新的消遣 老实说有些流行 你真的有时候看得懂 有时候真的还看不懂 像是最近TikTok上面 就流行说 我们知道 纽约这种大都市 老鼠绝对很多 鼠背横行 但是过去你听过 可能钓虾子 钓鱼等等 是个非常不错的嗜好 但现在在TikTok上面 这样流行说 哇 到纽约去找鼠窝 而且呢 要到各地找老鼠 钓鼠的情况 因为他们还真的 拿了一个钓鱼竿 就是去钓老鼠 那很多影片 就在TikTok上面爆红 那也有很多的网友 一起加入了 造老鼠的行列 看见老鼠女子放声尖叫 一般人必知唯恐不及的老鼠 在纽约随处可见 更有人专靠拍摄老鼠影片 成为抖音网红 有纽约 有约男子肯尼 原本只是想分享老鼠 无所不在的日常 却意外发现点阅特别的高 但真正让他抖音爆红的是 这段拿钓鱼竿钓老鼠的影片 随着纽约老鼠登上热搜 这名抖音网红突发奇想 推出免费的老鼠导览行程 过程中还能帮自己的抖音平台 增加素材 并为鼠粉创造回忆 CNN记者消称相关的片段 根本像电影鼠魔侠翻版 搞了半天 这名抖音网红 其实也很讨厌老鼠 但显然他已经克服了 心中的恐惧 只能说抖音世界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还真的是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 其实我看到有人 是因为害怕老鼠 甚至不敢直接说 那边有老鼠 还说那边有米奇 我自己也觉得蛮奇怪的 但其实现在或许 如果你可以在大都市里头 找老鼠 还是一种幸福 因为很多人 是连账单都付不起 他们这个有数据显示 有六成以上的美国民众 他们一个月的月薪 刚进来全部 包括固定的支出 像房租 还有其他的费用等等 已经全部都缴出去 来付账单了 所以导致他们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可以来做理财的规划 也让他们觉得 非常的焦虑 一张又一张的账单要付 才刚收到薪水又快速消失 超过六成的美国民众 几乎每个月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长期下来造成美国民众 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焦虑 72%的美国民众 对自己的财务感到没有安全感 甚至有26%的人 认为自己这辈子 都不会达到收支平衡 而且还能存点钱 不论是房价还是物价 都高得吓人 薪水永远赶不上必要支出 用最简单的加减 划算一下就知道 美国民众 第二季实际进口袋的平均月薪 是3308美元 光是房租或是房贷薪水 谁就去掉一大半 美国民众 如果加上15% 还有健康保险 八成以上的薪水 都会跟着消失 更不要说还有交通费 还有一些生活支出 实际留在身边的钱真的不多 也因此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 没有相当于三个月生活费的 紧急备用资金 22%的民众根本没有备用存款 36%的美国民众欠下的卡债 甚至比紧急存款都还要多 这样的财务状况 当然也冲击到美国的经济 专家强调尽管稀奇拜拜 但永远口袋空空的生活 并不是不能逆转 做好规划 就有望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 每个人都要订阅 我们说的是 它不是你购买 它是你购买 它是你购买 所以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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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如果你要早退 要是要赔得更快 要赔得更快 要赔得更快 如果要在学校 要不留下 要不留下 你要留下 学生的财务 要不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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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卡 保留下 保留下 要不留下 定預算一點一點的改善狀況 才有望擺脫對財務的不安全感 TVN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在我們留言區 有台南的觀眾朋友嗎 你們那邊還好嗎 因為下午的時候 傍晚疑似呢 因為這個西南 受到了西南氣流的影響 在很多地方都下起了雷雨 最後一狀況 我們交給記者林嘉義 來告訴我們 持續帶您來關心台南的淹水情形 從傍晚開始台南不斷的降下暴雨 可以看到路面 有多處雞淹水的狀況 目前是已經淹到了半個輪胎高 可以看到有一部機車 是停下來用牽的 因為車子已經掉下了 而這水一路還淹進了燒烤店 帶您來看現場情形 因為我們這裡算 地勢已經很高 非常高了 還下大雨 然後整個都淹到腳底了 就到腳踝這裡了 蠻荒唐的 不是想好好吃個飯而已 好 可以看到店內的客人 是趕緊把腳鎖起來 以免鞋子都淨濕了 氣象局在稍早發布豪雨特報 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台南有震雨或雷雨 而這場暴雨 也造成了小冬地下道淹水 可以看到現場是來了 許多遠景圍起封鎖線 不讓車子再繼續下到地下道 以免發生危險 警方持續監控 看到晚上七點多的時候 積水已經快到了 半個輪胎 就趕緊先實施預警性封閉 另外在大灣交流道旁邊的道路 也有淹水的情形 可以看到車輛經過 都漸起了巨大的水花 市區的排水孔洞 也不斷地冒出水來 開車的視線相當的不清晰 而目前我們得知雨室是尚未停歇 應該要提醒外出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好 網友我是阿浪補土 也告訴我們說 台南下了40分鐘的雨 不過還好它所在的地方 沒有任何的災情出現 但我們要來看到的就是大陸了 大陸光是最近不斷的紅災影響 8月份的時候 就總共168個人死亡或是失蹤 經濟損失也高達了1400多億 那這幾天 浮州的洪水災情非常嚴重 但沒有想到反而促成了一家餐廳 變網紅 爆紅了 雖然說周邊的道路全焉 它又位在地下一樓 但是它卻奇蹟似的 毫髮無傷 安然無恙 超過兩層樓高的紅色氣球 突然滾了出來 在校內不斷彈跳 引起不小騷動 在我們公寓樓下就是有一個氣球的一個消沈擺設的 然後正好今天中午哈爾濱風特別大 我們的宿舍休息 然後聽到下面就是有同學的叫吧 大氣球隨大風在哈爾濱工程大學內亂滾 不時還談起約三層樓高 所幸沒有學生受傷 而另一個奇景是在福州災區 這餐廳雖位在地下一樓 但管如有護身符 周邊道路全是黃泥水 它卻安然無恙 意外成為微博等社群媒體 討論度最高的網紅餐廳 大概已經到達了我們這樣一個腰部的位置 是有密尼 我覺得是有密尼網上的感覺 它大概有八成八九成的樣子 這家筷子豪情餐廳位在福州市區的主幹道 當地緊急派人連續幾天抽水 水都還沒完全退 實際上老闆經理多次淹水災情 才事先做好萬全準備 淹煎之後第一次我們手指的要產用 那老闆就諮詢很多這種 靠紅水的這些擋板 而且他都做了很多的功課 然後去排到這些東西 除了被網友欺稱是 抗台標竿的餐廳之外 福州這名車主也是早早準備了塑膠防水袋 把自己的愛車層層包住 果然成功保護愛車也上了微博熱搜 根據大陸官方統計 光是今年八月份 大陸各地包括洪水 乾旱 颱風等災害 一共造成168人死亡 房屋倒塌破萬 近900多萬人受災 經濟損失超過約台幣1442億元 TVBS新聞 我們許家瑞 黃康祺綜合報導 好 今天的TVBS聊 國際要帶來關心到是熟齡離婚 我想要先請教王有個問題 如果在今天你已經五六十歲的話 然後你現在希望人生有個大的轉變 你會不會選擇離婚嗎 因為現在在歐美 在日本這樣子做的人都非常多 所以你會怎麼想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好 我們來看到其實在歐美國家 其實現在大家覺得歲月越來越珍貴的 也決定不要跟錯的人一起度過 我們來看到個數字 在2022年的時候 美國65歲以上的單身獨居人口 竟然有1600萬人 這數字跟1960年代比起來的話 已經是多了三倍 那當中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職場女性增加了 還有年輕人對婚姻的態度也跟著改變 而且50歲以上的離婚率現在也節節上升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單身的獨居人口 越來越多 而且都偏年長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到現在有所謂的 引法離婚革命 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離婚人口 基本上都超過50歲 其實這樣子的趨勢蠻違費大家的想像 因為他想說老了就要找個伴一起過 但是在歐美國家的人是似乎並不是如此 有一位離婚的律師 他說了高齡族群他發現說 剩下的時間越來越少 畢竟已經來到了人生的下半場了 不能再跟錯誤的人一起度過 而且他們也開始正視自己的生活型態 再加上兒女也開始慢慢長大了 他們要負擔的責任也少了 所以選擇在兒女成年之後離婚 這種情況在新冠疫情過後變得更加明顯 當然這是歐美國家 在日本也同樣如此 其實在日本現在有所謂的熟年離婚 主要是戰後的嬰兒朝世代 當時大家都還是覺得走入家庭 還是個非常主流的選擇 而現在如果年紀超過50歲 結婚超過20年離婚的話 就叫做揮法離婚 根據相關的研究所調查 他們發現說這種情況真的非常普遍 如果你今天已婚有孩子的人士 有三成的女性兩成的男性 已婚而且沒有小孩的人士 有13%的女性 11%的男性都曾經考慮說 如果在今天可能退休之後 回歸家庭生活 那乾脆也就離婚 各過各的吧 其實這情況在日本也是非常明顯 而且比較特別是 通常大家覺得說 離婚是誰提的 結果後來發現說 這個熟年離婚 大部分都是女生提出來的 尤其很多家庭主婦 就曾經在她的老公退休的隔一天 或是當天晚上就說我們離婚吧 但為什麼女生會這麼有底氣呢 還是跟經濟實力的長進是有關係的 說他們自己可能本身有工作 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 2007年的時候 日本有一個年金分割制度 丈夫退休的後生年金 一半必須要分給配偶 而且就算你今天離婚了 還是一樣要照給 也讓很多的女性選擇熟年離婚 這個情況是多了20% 所以您到底怎麼看呢 我們來聽聽街頭的看法 人久了就走啊 就這樣啊 一定都活到一把年紀了 然後就是可能如果有小孩的話 小孩也會尊重自己的選擇 然後我覺得到五六十歲 可能就是自己想出去闖闖 所以離婚也沒有什麼不好 意見不得就可以分開 因為就是繼續生活下去是痛苦的 對的來說是痛苦的 如果至於找不找怎麼辦 就是之後再看 就之後且戰且走的概念 應該會當下就會選擇 如果不適合的話就會放棄了 給彼此自由的空間 想離婚就離婚啊 怎麼說 因為如果只要他經濟方面是獨立的話 我覺得他如果有這方面的想法 他想要去做其他 他自己人生想要完成的事情也可以 會不會擔心說 欸可能五六十歲這個時間點離婚 可能沒有辦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他都想要離婚了 那有沒有辦其實對他來說 可能沒有很重要 花費上的一些價值觀的不同 或者是長輩因素也有可能 對不對 同學其問題啊 台灣最多嗎 日本發生這件事情嗎 一個男生一退休隔天 他老婆就跟他離婚了 那這樣的話 如果 對啊 有點太現實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給彼此一點緩衝時間 那假如真的遇到的話 那也只能接受 因為對方也就是很堅定的話 就是這樣子 如果有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還是會先想辦法看能不能一起解決 但是如果 努力了之後都沒有共識的話 可能我也會選擇 就是分開可能會比較好 前提就是自己有能力這樣 有能力可以自己一個人生活 應該要了解的是 為什麼女生想要離婚嗎 就是說 女生想要離婚的一個 真正的核心的問題 到底是因為 對於 另一半的不滿意 還是說是 呃 其他的因素 那 如果是我個人的話 我會想要 在一開始 想辦法避免這個 這個問題嘛 就是說 比方說像是 可能結婚之後做家事的部分 那可能就是要 現在的時代都是要 講究 分擔嘛 對 然後 在 在那個 就是出去賺錢 經濟的部分也是一樣的 現在的經濟是分開來的 所以我覺得還 有在一起沒在一起 我是覺得現在都沒差了 對女生來說 嗯 經濟自主是他們 就是最有保障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可以 比較隨心所欲的 做出自己想要的選擇 我現在就是 嗯 存錢 然後學 投資理財 然後 嗯 學自己的那個 增加自己的實力 比如說 嗯 不管是 語言能力啊 或者是自己的專業知識 就是 多充實自己 我是不問主義 喔喔 真的嗎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現在 我會比較想要 去工作 就是不會想要花在 愛情 或是結婚上面 我覺得家庭 對女生來說 還是算一種負擔嘛 就是要犧牲比較大 其實在台灣這種情況 也都是蠻明顯的 尤其根據內政部統計 在1994年的時候 結婚30年 年齡65歲的高齡夫妻 有509對離婚 但是到了2014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飆到了2538對離婚 這個數字增加了四倍之多 所以說 其實現在 大家在討論說 不只要不要找個伴 其實健康 才是退休生活 非常重要的一環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 身體活動不足 已成為影響全球死亡率的 第四大危險因子 每年有6%的死亡率 與身體活動不足有關 我國十大死因的危險因子 都與不運動有關 運動的好處很多 可以預防慢性疾病 降低罹患癌症 跌倒 風險等 快賣路50歲的林先生 還持續增肌減肢 認為運動就是要趁著能動的時候 盡最大努力 達成目標 現在運動其實也算 就像我們在銀行存款一樣 我們訓練一些肌肉 就是等於要存我們的老本 因為年紀越大 你要練成肌肉的那個 狀況就會越不好 那也避免說 以後我年紀大的時候 就是會有這種肌少症 或者是肌肉萎縮之類的 造成我沒辦法行動不變 或者是還需要人家照顧之類的 那對我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困難 每週平均上健身房 至少五天以上 運動對林先生來說 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 健康2.0 壯世代健康大調查 50至64歲壯世代 發現47%每週不運動 很少或不常運動 另外壯世代不愛運動的主要原因是 下班太累 工作太忙 也有人打從心底排斥 不喜歡流汗 運動的感覺 美國發現說 如果你有運動 不管你有沒有糖尿病 你只要規定運動 就可以減少醫療的耗費 耗損 那這樣的話 可以減 這樣就可以 把這個錢花在更多 預防疫學的方面 肌肉跟骨骼 在我們長大的過程中 它其實會慢慢的水準 日常生活的飲食跟活動 慢慢的去增加 那因為30歲之後 因為一些荷爾蒙的關係 我們如果沒有去運動的話 我們的肌肉的力量 會按照每年1%的速度流失 那到60歲之後 它其實會更明顯 那如果我們肌肉流失掉 不復我們日常生活去使用的話 它就會造成一些肩頸 或者是骨骼肌肉的痠痛 那久而久之呢 就會造成加速我們這些關節的退化 先從浮力挺身的動作開始 簡單 然後就被壓平 一樣左右吸交互點地 1 2 3 4 1 2 3 4 那這個動作呢 就是做1分鐘 然後休30秒 可以做3組 那如果覺得這個動作 相對簡單的 的民眾呢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類似跑步的姿勢 一樣 中間過程中保持呼吸 然後一樣 做1分鐘 然後休30秒 一樣做3組 那其實可以達到一些心肺的刺激 跟肌耐力刺激的效果 若所進行的運動 微向球類運動 等人一邊運動 一邊社交的社交型運動 更能嚴嚴益受 舉例來講 國外研究發現 網球運動可延寿9.7年 羽毛球可延寿6年 這類運動的重點 並非只在球 而是在於運動 及個人聊天的社交生活 同時在心理及生理 都帶來好處 醫師指出 運動能預防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脂與心血管疾病等 也可降低 離癌風險 加速代謝脂肪 強化肌肉組織與功能 維持健康體重 保持運動習慣 是降低疾病發生率 不可或缺的良方 好看到很多網友都說 他們每天都有日行萬步 當然對健康有非常大的注意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 TBS看世界 我是彭聚 我們再會